就其实还是很想说很难免疫情住在一起 如果是讲说就自己事情还是希望可以自己来处理 因为毕竟长大也是要试着学会独立啊 就可能就自己可能自己洗衣服啊 然后自己折衣服啊 然后如果说地上就很肮脏啊 是什么都自己去清理去去打扫一下 就如果讲在家里话就一下子就很想要感受一下 要真是在家家啊有什么什么事情也不用做 但是还是有收获有收啦 就是很黏父母的 就是从小都没有离开过父母 然后出了上大学才离开马来西亚 来到这边 我每一次来的第一天我都会哭 然后第二天我就没有哭了啦 然后我每天都有跟我父母联络 每一天都有 就是没有打电话就是用微信跟说说话这样 就每一天都有 那这边这边还是在家庭里面的 我来好了 其实这边是轻转了 我来吧 你再次看看 我来看看 你